一天醒世啊 感谢主 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开学的时候 我们都交通过在这一期 我们的诗歌在这里学习 他不关注于到诗歌的本身 也能够注意到作诗的诗人 叫我们对于这个诗歌就更能够体会 他们的观景 这个诗歌里面的情景 摸着里面的感力 那么我们这个诗歌本里头 就采取很多海外的 历史上那些有名的诗人 我们像今天 所以有的我们就读了《启示墓》 这个对我们来说 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但是其实啊 在历史上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诗的人 你看他一生啊 他作了多少啊 一千两百首的诗词啊 并且他虽然是好像表面看 他属灵的情景不是太特别 但是他就把那个对圣经里面的认识 和对主的认识 借着诗歌把它发表出来 仍旧啊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诗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本诗歌本来选它的时候 我们就选了这个弟兄们就选了三首 这里有三首都是《启示墓》来做的 所以盼望我们对这个作诗啊 慢慢的有一点印象 像这个 这个《启示墓》这一个 我们平常注意到 《宣信》 《宣信》是很有名的 那个也有很多诗歌 连那个《盖言妇人》都有啊 我们平常听《盖言妇人》 我们都不知道他这一个 这一个诗歌 也是在历代来供应到他的照会 而像这个《马丁路德》 他很有名 我们知道不知道 马丁路德做的诗歌在这里在哪里啊 可能平常都不注意 所以借着这样的我们操练啊 我们就逐渐的 不光认识诗歌 也能够认诗 做诗的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么凡是你去翻到后面 他这个诗歌勇作者名单 看到他怎么有的是跳过去的 没有中间没有所有的援助者到底是谁 那凡是这个援助者没有这援助者 那都是我们中间的连长的弟兄姊妹 他们做的 他们做的他们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 他不要标榜他是怎么样的 像《李托生》的兄有三十多首 《李长寿》的兄更多了 这些诗歌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慢慢的 逐渐逐渐的更多认识这些诗歌 也更多认识这些诗人做诗的人 这个对我们实在是很大属灵的上的帮助 那么这一首诗歌里面 我们刚刚许昭清帝也给我们解释了 非常的宝贝 他就说了这就是三节 每一节他有一个独特的点 第一个独特点给我们看见 这一位神他到底是怎样 他这个个人的 他的性情他的性质 他的属性是怎样呢 他是信实的 所谓的信实一般的领会 就是我说的话我算数 那么我答应的应许我算数 这个当然是他这个信实 但是这个信实更是关系到 你这一个人到底他这个是不是 这个人是不是信实的 比方说我来打印 你下个礼拜来 我要请你吃大仓 结果等了下礼拜 礼拜四还没有到 我礼拜二 人家说我到医院去了 生病了 这个当然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这个 说这样的话了 这个不好听了 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这样 这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不变的人 他的话语他的意识 他的什么东西都会变了 所以第一节就说到 他的信实广大无边 不光包括他的这一个所做的 所说的 他也包括他这一个人 是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 意思就是一千年以前 一万年以前 这一位神是怎样 然后等到现在还是这样 等到一亿年以后永世离 他还是这样 他是永远不变的 他的属性 他的性情 他什么说了就上述 他是整个的 都是信息不变的 所以我们能够依靠他了 那么尤其是 他的信息里面 包括他的怜悯 他的怜悯 什么叫怜悯呢 怜悯比爱更深了 这个爱 我这个爱爱一个人 普通的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 因为他可爱 我有谁爱他 如果他不可爱 我就很难爱他了 但是怜悯呢 你看一个妈妈了 他这个孩子很小了 很小了 那么就 就也许是 这个很瘦弱 很热瘦弱 人家看得多 好像不大可爱 但是他呢 这个妈妈还是爱他 因为 哎呦 这个 这个我的孩子啊 真是可怜啊 真是可怜啊 所以 从小到现在 还是一直常常生病 所以孤瘦如采 看得是非常难看 别人不可爱 看他不可爱 但是我 可怜他 怜悯他了 我觉得我还亏欠他了 所以 这个怜悯呢 比这个爱啊 够得更远 我们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信主 主啊 我奉献给你 我才奉献给你 回去了 跟这个太太 有吵起架来了 所以 我们不信实啊 所以 讲话不算数啊 但是主在这里说 哎呀可怜 因为他们是 给撒旦败坏的 他们是堕落的人 他们的里头啊 这个魔鬼里 属性啊 一下 虽然基督的死已经代替 但是他还没有经历到啊 所以 哎呀 我还要怜悯他 还要更扶持他 叫他更多的 在教会里蒙恩 这个人 他有怜悯的 这是宝贝 并且啊 这个怜悯呢 每一个早晨 都是新鲜的 换句话说 你每早晨 都不是凭做 凭做你的自己的可爱 都不是凭做你的 哎呀你好像是很得胜 完全是神 靠着神的怜悯 你来亲近他 所以这个给我们 何等大的把握了 所以他的心事 广大无边 他的怜悯呢 每早晨都是贴新鲜的 那么第二段呢 第二节呢 就像喜照新鲜给我们解释里 他的创造 因为他别人会变 但是他不会变 所以就从他的不变里 所显出来的创造 虽然是旧的创造 还是一定是不变的 所以无论是东下 寒暑架设 及时的供应 日月星辰 昼夜 所有的循环 哎哟 这一个 这个是 如果差一点呢 这个是不得了了 是不是 这个地上人就活不成了 但是就因为 对主所创造的这一切 他是 头一天怎样 今天还是怎样 一直等到 将来永世里 才是这个废区了 有新造的 新耶路撒冷 在这个今天的造的 都是新鲜的 然后 第三个就说了 因着神这样的一个怜悯 他就在我们身上 是叫我们成为蒙恩的人 给我们属灵的祝福 属灵的恩典 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赦免我们 他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喜乐 给我们统战 给我们安抚 给我们引导 所以 今天 叫我们有这样的力量 明天 他说 我们还是盼望 他给我们这一些 并且我们这个 这个有一个把握 在这里 等说 我们在主的面前 还是能够这样的生活 所以 在这里 实在是感谢主 在这个三方面 都在这里 都叫我们 能够认识神的信师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 唱唱学学 我们开始唱的时候 这个诗歌 好像因为以前没有唱过 也是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多唱唱多唱唱 也不算是太难了 也不算是太难 那么感谢主 这个 我看我们差不多 就这样 我们就再把 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来再唱一遍好不好 再享受一下 请请给我们听 我唱歌 非常欣赖 第一节啊 我们cked 日夕最精彩 以同永在这 一地愿意 向明永远不变 一地心事无法 一地心事无变 一地愿意 每人都是新鲜 我所需有一些 却有你风景 一地心事 尽情 光大无边 从小安苏下生 即使你同意 日月星辰 终于所有群华 一地愿意 向明永远不变 一地心事 尽情 光大无边 一地心事无变 一地愿意 每人都是新鲜 我所需有一些 却有你风景 一地心事 尽情 光大无边 じ一地esp 一地愿意 作 Song 所耀 皆有心 来 一地心事无变 一地愿意 向你今 Se à Ng 一地愿意 我心见 此愿意 天愿意 天愿意 miraha opa 天愿意 天愿意 绝望出国 无门 义无缺少 一滴心是同样 一滴心是如恋 一滴天命 陪争到是心切 我所属于爱情 绝望一滴心 一滴心是继续 忘了无缺